甚至我经常会跟我的来访比如说 你能再说一遍啊 我没听懂 我这是真的听不懂 大家好 我是喜欢做跨学科疗语访谈的心理从业者滴滴 本期我们继续对话有25年从业经历的资深心理学者赵一鸣老师 关于他如何看待民间流传的心理咨询无用论 以及如果心理咨询对人们是有用的 那么他究竟是如何起效的呢 我可能会经常听到咱们这个国家 很多人他是不太认同心理咨询的 比如说一些喜好神秘学啊灵学啊 一些小伙伴包括宗教学的小伙伴 他们就会觉得心理咨询其实是一个非常没有用的东西 我会经常听到这句话 然后包括可能咱们国家的一些民间的报道 也会很幽默地在报道 就是说比如说每年中考高考的时候 然后那些家长只要一焦虑 不会有人去找心理咨询师解决问题的 大家现在直接起来做的方法就是 可能去庙里烧香拜佛都不去 直接就找那个命理师或者风水师 就是改运啊给自己家的孩子 改改名字 改改名字 改改运 然后改改能量 提升一下他们的考学的分数 说这个才是适合这个国土 然后大家遇到这个心理焦虑 遇到这样压力的时候 愿意去习惯性的一个选择 而真正就是说遇到压力来 愿意找到像有专业受讯背景心理咨询师的这个人 人口比例其实是非常少的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就是听过这方面的一些报道 自己咨询他的这个能力边界到底是在哪里 他真的就是适合在这个国家的人物吗 嗯 我觉得和我们的认知有关系 嗯 就是和我们的文化认知有关系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这种大师啊 嗯 这种烧香拜佛啊 这种一次性的 对 也就是这种快餐 对 其实的吧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什么是科学 在心理领域的科学 我们这些做临床的心理咨询的咨询师 能不能把心理临床的科学的这样的感觉带给来访的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我们作为心理咨询师 我们给曾经来做过咨询体验的人 那可能就来了一次 嗯 他体验到的就是 你和我去看书 看那些大道理和我们学校心理老师讲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 甚至是有可能你只是在那一直在听我讲 前两天就有一个孩子过来来做咨询的事 就是说他见过很多比我还贵的 他是这么说的 我见过很多比你还贵的咨询师 整个的时间里都是我在讲 后来我发现我把这些背下来就行了 然后每一次去见的时候 反正就是这些时间 我把这些背下来 但是我特别想听一听他们让我说这些 他们听到了什么 或者说我说完这些你 你是否能看见我 他说很遗憾 所以每一次他跟他出去跟家长说的都是 我不打算再来了 所以来访者的体验 他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时间里 真正能够通过他的体验 不是他的知识 不是你告诉他给他讲的知识 是通过他的体验 真正能感受到心理咨询师 对于心理方面工作的专业性 这一点很重要 就一次了 没有太多的机会了 就像我们现在流行说的话 信任只有一次 过去就过去了 所以心理咨询师的受训 我还是想说 它是一个职业受训 过程系统化的一个非常必要的条件 对于每一个心理咨询师而言 但是我们现在更注重的是 去搞个什么证 我那个证是哪个大师讲的 是哪个权威盖的章 就证明了我在这里学过知识了 他讲的和书上没有差异 如果你是一个能看书的 能自我阅读的人 你不需要去找这些老师们 去拿这些证 实际上你更需要的是 去听临床的心理咨读 就是讲个案的 每一个人会带来一个个案 咨读老师可以和这个咨询师 就一个个案的部分 进行充分的沟通 你作为旁观者 你似乎能看到 整个的咨询过程中的发生 甚至是你能看到 一个咨询师和一个来访者 连续十次二十次做的咨询中 它们之间产生的疑情和反疑情 对于咨询的作用 而这些如果你只是一个考证人的心理咨询师 你是永远不知道这个其中的魅力 和你给你感带来的那种体验 当然你也不会带给你的来访者 所以来访者的体验 它是怎么体验到 这是心理咨询 不是朋友聊天 不是老师讲道理 不是你想要纠正我 不是这一切的时候 但我又能感觉到 你这里似乎有一种关系 我感受到 你想关注我 且你想和我一起关注 我感兴趣的话题 不管你觉得它有没有价值 甚至我觉得 可能都没有人听的东西 但是我发现在你的眼睛里 就像你现在看见我一样 我发现你有 有那个渴望和我坐在这里 去讨论他的想法 我觉得你再听 那个再听 不是用脑子听 是你真的在过心再听 甚至我经常会跟我的来访者说 你能再说一遍 我没听懂 我这是真的听不懂 他有的时候来访者会笑我 他说 我每一次 我这个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我跟别的资讯师说的时候 他都会说 哦 原来是这样 他说但我心里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 尤其是你像 学校那样想的那样 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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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只有你会说 你是真的在想 想了半天 我能看出来你 你没想明白 然后你会问我 你能再 换一种方式 你能再说一遍吗 我真的不明白 这件事情和你刚才说的事 到底关系在哪里 让你觉得耿耿于海 他们之间就是 在你那里说过不去的 我听不懂 他说真诚 在这个心理咨询过程中 特别难得 因为很多咨询师会 摆出我是心理咨询师的样子 然后我们就藏在心理咨询师 这壳里 里面是一个非常紧张的 想去好像 一定要表达自己 多么专业的那样的一个人 你实际忽略的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看见他 你看见他 才是这个时间里最重要 不是你要工作他 能不能工作他 未必能在前面几次咨询中 你就找到工作方向的 你甚至有可能来访者和你的话题 根本不是你们真正需要工作的话题 那你工作他什么呢 你举着所有的你学的那些技术 你想干什么呢 你们先以建立关系 所以在我和我培训 我所培训的所有咨询师 我说我们建立关系是最为重要的 怎么建立关系 把你那些技术扔到外面去 你把你真诚地放在这里 真诚地尊重地 去看你和感受那个坐在你旁边的这个人 包括那个沉默都很重要 不要着急说话 有的时候那个沉默 反而是关系的一部分 一直讲话未必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在临床 那个着急 那个享用技术 征服来访者的那个东西 恰恰是让来访者 往而却不得不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 这个部分可能是建立一份真实的关系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其他的那些服务无把替代的 没错 改风水啊或者不是 是的 可以在他那里 他连你模样长什么样都没记住 他只是直接把工具拿来 对那是他的产品也许 本期内容还有下集 我们下集见